本周末2018-2019赛季的一架联赛重燃战火,20支球队重新为了各自的赛季目标,而重新开始一端征程。 今天我们一起提前关注下手轮最激烈的比赛,拉奇奥VS纳布纳斯,8月19日2.30分拉奇奥上赛季最后一轮比赛捍服于国际米兰,最后时刻失去欧关资格,绝对让拉奇奥的球迷痛斥心扉。 但是,上赛季赛失去了凯塔巴尔的和比格利亚两位绝对主力后,仍然能够带领全队获得第五名的成绩,主帅小英扎吉功不可没。 不过北赛季球队又失去了两名主力球员,其中中后卫德弗里转投国际米兰,贵利佩安德森则以3800万欧元的价格卖到了新汉武莲。 或许这还不算完,中场核心球员米林和维奇仍旧被各大豪门所觊觎,最终能否留对仍需静观其变。 不过作为一家老牌竞旅,拉奇奥并非一颗卖球员来盈利,卖贵利佩安德森的前一分不少都花在了影园上。 1500万欧元从塞维利亚引进了边峰科雷亚来顶替里队的贝利佩安德森,1000万欧元从法索罗引进的艾切尔比可以完美天不得福里离去所空出的位置。 另外700万欧元引进的25岁的贝利萨和600万欧元引进的24岁别后为杜尔女心都是拉奇奥的钱在投资。 而纳布勒斯方面,在连续两年都无法将尤文图子推下冠军宝座后,球队不再信任萨里,被塞继球队请来了名气更大的安切洛地。 7. 旺通过安切洛地的冠军经验,让这支球队来再度冲击联赛冠军。 阵容上球队保留了上赛季的大部分主意,球队只是根据夏天流失的三名球员,进行了小修小补。 萨帕特变成了维尔迪,路易尼奥变成了路易斯,雷娜变成了梅雷特,可以说纳布勒斯没有多满意人,完全是照搬上赛季的舰队策略。 在球队未能引进大牌球员的情况下,球队保保押在了安切洛地身上,上赛季两支球队交手中,纳布勒斯完成了对拉奇奥的双杀。 纳布勒斯在主客两个比赛,均一丝第一击败对手,半轮比赛双方一些主要位位置的主要球员都发生了变化。 比如纳布勒斯失去了若日尼奥,对他们的攻榜两端,都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安切洛地是否会继续使用上赛季在一甲打开杀截的死亡三小搭档风险? 垂来顶弃若日尼奥,密尼克上赛季中伤后,重新回队后,能否保持状态? 拉奇奥这边小银扎吉,除了会保证风险打单,不便为其余位置都会有所扫折。 上赛季球队的射手王,伊莫比来,将毫无疑伴地继续定下风险。 而上欲的阿尔贝托新赛季,将身披拉奇奥的十号球衣,由于在伊莫比来身边,逆林科维奇能否依然欲神杀神? 阿切尔比能否适应小银扎吉的三后卫体系?巴黛利,科维亚,贝里莎,出现在球队的什么位置? 本周日凌晨2点30分,我们共同关注这场比赛,罗掌柜